焦慮症 焦慮症是以焦慮情绪为主要表现的神经症,包括急性焦慮和慢性焦慮两种临床项,经常伴有头晕、胸闷、心悸、呼吸困难、口干、尿频、尿急、出汗、振颤和运动性不安等。 焦慮并非实际的威胁所引起,其紧张程度与现实情况是不相符的。 主要症状为焦慮的情绪体验、自主神经功能失调以及运动性不安。 通常的自主神经功能失调表现为心悸、出汗、胸闷、呼吸基础、口干、便秘、腹泻、尿频、尿急、皮肤潮红或苍白。 有的患者可能出现阳尾、早泻、月经紊乱等症状。 严重的自主神经功能失调主要有三个方面。 第一方面,心脏症状会出现胸痛、心中过速、心跳不规则。 呼吸系统症状有呼吸困难、神经系统症状有头痛、头昏、悬晕、晕厥和感觉异常。 也可以有出汗、腹痛、全身发抖或全身贪软等症状。 运动性不安主要包括坐立不安、搓手顿足、肢体发抖、全身肉跳、肌肉紧张性疼痛及舌、口唇、 子肌的症状长。